利拉德再次完成创举,比肩乔丹 本届全明星赛,利拉德获得了正赛MVP和三分大赛冠军 据统计,NBA史上仅两人单届全明星既拿MVP又拿单项冠军 没错,另一个人就是乔老爷 乔丹在1988年全明星赛拿下了正赛MVP和扣篮大赛冠军 利拉德知道实力很强,但是情商令人捉急啊 就在今日的一个访谈节目中,谈起自己心中的现役球员五人组 利拉德说道,我的选择是我自己,詹杜库和阿德巴约 这回打貌似没什么问题,但是,你把字母哥哥拿去了 字母哥既是你的队友,也是本届全明星的票王啊 昨日进行的NBA全明星正赛,利拉德26投14中 其中3分23中11,比赛最后时刻 利指导凭借一季半场3分斩下第39分 利拉队友杰伦布朗,成为东部得分最高的球员 从而斩获全明星MVP 这是利拉德职业生涯首次获得全明星MVP 赛后采访,他说道,我认为全明星赛可以进行一些改变 我不确定具体怎么做,但我觉得可以让全明星赛更具竞争性 其实很简单,球迷想看到的是一场全明星对抗赛 而不是一场三分大赛 你这比赛就跟一群老大爷在场上不停甩三分一样 完全没强度啊 毫不夸张地说,这是NBA历史上最烂的一场全明星赛 利拉德是历史最水全明星MVP 也许,利拉德是想靠全明星MVP来证明自己配得上NBA75大呢